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日创围电视发表公开盛宁 要求拼多多停止售假行为之后 今日 国内童话作家郑渊杰通过微博表示 拼多多平台上 有卖家销售到版皮基鲁图书 设讯签罚期注作权 经律师证据保全向拼多多取证购买 收到的图书去伪到版书 封地的防伪标志 竟然是验上去的 郑渊杰要求拼多多立即停止销售相关盗版图书 并处罚关闭销售到版书的卖家 他保留追踪拼多多及相关侵权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郑渊杰发布微博要求拼多多停止售假节目前 拼多多方面尚无回应 拼多多商家深着套路 质量一样 品牌不同昨日 寻找中国创客 ID XGB MAKER 开安报道批多多平台上出现的小米世界 三星视听 VDVD手机 创微云视听 雅力而道夫等多款射选侵犯相关品牌权利的产品 射击手机 电视 日画等多个品类 已经在市场上销声利益的营养决线们正通过其以待变商卷土重来 昨日下午 创微方面发表声明称 已经关注到拼多多平台上销售大量假猫创微品牌的电视产品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和创微品牌的权益 创微 目前正与拼多多方逆严正交涉 要求其停止售假行为 创微发布声明声明中 创微表示 拼多多平台上不妨假冒创微品牌的有 创微先锋 创微云视听TV创微家 创微妹 创微酷酷 创微云视听 创微一家 创微等 拼多多平台上一位售卖创微4K品牌的商家 则向寻找中国创客ID XJBMAK12解释称 他们和创微的区别是质量一样 品牌不同 这种说辞成为相关售假卖家 在回复消费者咨询师的通用版 一位品牌名称及商品外观 都与三星电视极其相似的商家表示 他们和三星是不同厂家生产 并非韩国进口 但质量一样 这家公司甚至搭建了自己的官网 从解编辑内容上都与三星电视官网相差无几 其中的商品内容及新闻资讯都为三星公开信息 对于区分力不强的普通消费者而言 已经足够依假乱真 对于一些外观区分明显的商品 一些设施商家会选择将正品品牌名称打买用作广告 消费者收到货后才发现上档受骗 一位用户在拼多多上购买了一款洗发水 除了品牌中文标识背着档外 该洗发水从商品外观企业面上看 都与运化品牌阿道夫近次 收到货后 该用户晒出商品外观特写 评论道 给大家看看特写 以为是阿道夫的人可以不用买了 更多的消费者则直接将设施品牌看作是正品购买 一位用户在购买了名称 被创为4K的电视后 评价称家人都感觉满意 我们是创为十多年的老用户 殊不知自己购买的是假冒哼词商品 山寨如此猖獗 为何屡见不绝 我们公司法务现在正在跟平台帮交涉 7月28日下午 创为发出要求拼多多停止售假行为的声明后 一位创为内部人士告诉群长中国创客 IDXJBMAKER 这并非是创为首次遇到此类金券行为 该人士抽 过去 大多是一些小作榜式的工厂生产的 主要在一些乡镇地区销售 但像这样他儿狂之地大面积在电商平台上销售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发现后很气愤 上述创为内部人史册 这些小作本式的工厂生产出来的电视产品 大多是利用各式低价零部件批凑而成 质量得不到保证 很容易出现故障 而一旦出现问题 消费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创为 不管买的是创为云士听还是创为司配 大家前意识里会以为这就是创为的商品 曾经 一位消费者购买了相关假冒创为的电视产品 不久就出了故障 创为售后上门维修后发现 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产品 这样做是对拼多多的伤害 也是对小米的伤害 一位小米高层在看到拼多多平台上 出售的相关小米世界的产品后说 打开拼多多APP 电视 手机 锄电 日画等相关品类页面下 几乎都是此类碰瓷正品 品牌的商品 甚至一些页面上 正品与假冒产品并列出现 假货如此猖獗 为何屡禁不绝 主要还是造假成本太低 向数创为内部人士告诉群长中国创客 IDXJBMAKER 企业一般遇到此类侵犬行为 基本的做法就是先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相关设施企业停止侵犬行为 但诉讼常常需要耗费一定时间 这些假冒品牌在此期间仍然会正常销售 而最后即便胜诉 也无法做到有效遏制 他们心里很清楚 自己做的事情一定是侵权的 所以很多就是想着拉一笔就走 即便最后败诉罚款 前面挣的也够了 一些商家出事后 甚至直接跑路聊事 找都找不到 意外的家电产业工作多年的人士 破险无奈的说 我们很早就注意到市场上一些假冒产品 去年我们曾念向消费者推出一项指南 提醒消费者应该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小米产品 小米电视品牌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但是现在 你已经很难说拼多多是一个不正规的渠道了 他号称拥有三亿的用户 广告铺满了整个电视节目 并成功赞美上市 其创始人身家 一度达到138亿美元 改超京东的刘强东 这些过去隐秘于乡镇地区的小店之中的假冒产品 正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拼多多这一电商平台之上 我以前没发现 最近一打开 发现全都是我们的假冒产品 上述创为内部人士说 此前 拼多多向美提将招股数之际 北京一家无营类品牌大发的选择 向美国纽约一家联邦保院提起诉讼 指控电商平台拼多多在明知是假冒商品的情况下 仍然销售一有该公司商标的产品 截至目前 拼多多尚未对此事件发表相关评论 爸爸的选择 CEO王胜迪曾向寻找中国创客 IDXJBMAKER表示 2017年8月 在发现拼多多上存在侵权商品后 他曾私下找到拼多多沟通 对方下架了不放侵权商品 但不久后又重新售卖 在潮市沟通时 拼多多也不再理会 王胜迪称 他从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的一年时间中 多次通过律师行正式行告拼多多 但对方从未对律师行作出回应 截至目前 拼多多上未对以上事件作出相关回应 今日下午6时 在创文发布声明要求拼多多停止售价整整一天之后 记着打开拼多多APP 相关产品仍然正常销售 如果有人注册了拼多多 拼多多你告不告 这家以生鲜团购起家的现线级电商 成立仅三年便成功上市 市值最高突破340亿美元 但他身上的甲货分证却从未停歇 更早之前 拼多多曾真的对平台上的商家售价 掀起大规模的整治运动 冻结不放商家资金 但却引起商家方面的强烈反弹 部分设施商家组织起来 前往拼多多位于上海的总部维权 一些商家认为 拼多多的吸引他们入住时审核宽松 之后却又发炼整治 他们无法接受 或许是由于前段时间平台 针对售价问题的整治 部分杀在商家局拾口否认 自己同正品品牌的关系 我们是不同品牌 一位商家乡记者强调 希望以此来逃避售价的指控 但这种碰瓷打擦边球的做法 同样属于侵权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法学博士 林华乡记者表示 注册商标享有商标专用权 商标注册人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近似商标 类似小米世界等名称中的世界有描述性 不构成标志的识别部分 其显著部分仍然是小米 因此相关厂家或构成商标清权 而拼多多在其中存在明显的失责行为 相关律师认为 平台上大量存在销售清权产品的行为 拼多多应对清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创为内部人士情绪激动 他认为拼多多是在故意纵容此类清权行为的发生 如果有人注册了一个名叫拼多多多 或者分多多拼多多的商标 然后也做了一个和拼多多几乎完全相似的APP 也去卖东西 拼多多是不是也要去告对方 截至法稿前 记者尚未看到拼多多有尽一步动作 而另一方面 来自竞争对手的指责 同样毫不留情 拼扣虽然可以便宜 但是没有品质和服务的拼很难走远 不是因为便宜就可以没有品质没有底线 苏宁一购中采猴安 龙在7月27日举行的苏宁一购818发商购物节发布会上说 刘强东也有类似言论 他完整的表达了 自己对拼多多的看法 如果你在中国购物过几次 也许只要三次 你就会有自己的答案 两价都在不久前上线了自己的拼购业务 拼多多股价已经连续两日下跌 但仍离发行价上涨近30% 目前股价爆24.60美元 市值于273亿美元 現金也可以 50元 20 ejemplo 拍摄 蜱